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题目是 《年少不懂星气级,读懂已不在少年》 八百多年前的今天,星气级出生了 从此开始了多灾多难的一生 他和苏氏病称苏欣,又和李清照其名 叫做济南二安 后世尊他为慈忠之龙 但这都不是他想要的 想要了解星气级的一生 就赶快来阅读下面的文章吧 1140年,皇帝班下十二道金牌 岳飞被迫班师回朝 十年心血,毁于一旦 从此他心如死灰 再不提领兵百伐,收复师弟 当年五月,在已经被金朝侵占的山东历城 一个叫星气级的孩子出生了 两年后的正月,本应是过年的喜庆日子 星气级却突然发现家里的长辈都在痛哭 于是也茫然地随着他们一起放声大哭 后来他知道,岳飞在这一天被皇帝赐死了 这个一生戎骂的男人曾经是很多北方移民的希望 但他被污蔑被斩首 死的时候,背上还赐着 尽忠报国四个字 北宋灭亡的时候 星气级的家族没能难迁 留在了被一族攻陷的国土 改朝换代对平民百姓而言 仿佛无事发生 当血迹被冲刷,尸体被埋葬 城市恢复繁荣 出于对金朝骑兵的恐惧 大多数人选择了遗忘仇恨 继续谋生,纳税,科举,富摇影 龙女上做的是谁 其实都一样 而另一群人不接受一族的统治 明里暗里 时刻谋划着反抗 想要推翻金朝 用力划下正统 星气级的祖父辛赞 就是这样一个隐藏着的叛逆分子 虽然出任金国的官职 却一直在帮助各地的起义军 为他们提供情报 他为新出生的孙子起名 气级 期待他能向汉朝的大将 获去病 气逐一族 守护疆土 少年星气级 就这样在祖父的期待中长大 不负所欺 温才飞然 武艺超群 格局见识 远超同辈孩童 十三岁 祖父辛赞带他去登泰山 祖孙二人深夜出发 迎着日出抵达顶峰 少年气喘吁吁 乘着膝盖 天尽头 层云之上 一轮燃烧的太阳 缓缓升起 祖父把水壶递给星气级问道 你已经长大 今后有什么志向 星气级回答 您给我找了最好的师叔先生 最强的剑术师傅 亲自传授给我兵法谋略 我很清楚 您想要我去做什么 心赞叹息一声 这件事太艰难了 我本想托付给你父亲 但他走得太早了 只好让你来完成 星气级站直身子 指着远处山巒风聚 虽然金国人站在这里 竹在这里的生死 但这大好河山 并不属于他们 区处满足 光复旧都 心气级回身 向祖父深深一拜 这将是我终生为之 奋斗的理想 欠我们的血 迟早要拿命还 欺辱我们的人民 总归要付出代价 此时的少年 还不懂誓言的分量 往后余生 他会为此奔波到死 十五岁 星气级被官府宝举 到燕京参加科举 出人意料地 命落孙山 十八岁 官府再次举荐 星气级去燕京科举 同行的 还有只有档淮英 考完试 回向的路上 档淮英拍拍 星气级的肩膀 挑眉一笑 你猜这一次 咱俩能考中近视 金榜提名吗 星气级骑在马上 笃定地说 你会中举 会当大官 我就考不上了 活该 四处游荡 当淮英摇头 以你的才气 考个状元也不难 你就是不想当 金国的官 故意考杂 对不对 星气级笑而不语 吊转马头 狂奔而去 当淮英挥边 边追边扯着嗓子问 又安 你要去哪里 他头也不回地 大声回答 南边 我要去泰山 到山脚下 已经是第二天清早 晨光细微 两个浑身热气的少年 时机而上 谈笑风生 行到山腰 一个老道士 拦住他们的去路 想给二人算一挂 星气级把腿要走 当淮英拦住他 给了道士三枚铜钱说 就给我们算算前途吧 铜钱落地 当淮英得砍挂 星气级得离挂 道士捡起铜钱 悠悠念不词 急凤北非 游龙难归 二位日后 都是了不得的人物 只可惜不能同朝为官 说吧 飘然而去 当淮英突然问道 你迟早要去南方 迟早要上战场 对吗 星气级反问道 靖康尺有味血 你我风华正茂 怎能苟且偷生呢 国家灭亡 非我被治过 当淮英抓住他的手腕 沉声说 你这是去送死 如果没有年轻人 去做这些事 去拼命 去牺牲 我们就会一直软弱下去 会一直有百姓受苦 一直担惊受怕 不知哪天 蛮族的屠刀 也会落到你我的头上 星气急望着 沉默的朋友 像从前一样 拍拍他的肩膀说 就送到这儿吧 你且写诗 我去杀敌 来日相见 还是兄弟 少年怎么能不爱 风花雪月 金鸽铁马 非我本愿 但我相信 这是我的使命 朋友 感谢你陪我走过 孤寂的童年 陪我求学 陪我远游 陪我长大 就送到这里吧 我们就此分道扬镳 两年后 仙战去世 泰山附近聚集起了 一支两千人的 起义军 四处游击金国的部队 遭到重兵围剿 这支队伍便一路向南 索向披靡 一路杀到了南宋边境 在边境 起义军首领 耿晶接受了这支年轻的队伍 见到了他们的主将 那个白衣少年翻身下马 见眉心目 掩不住的英雄气 微微汗手抱拳行礼 在下历程新气急 率勇士两千 特来投奔 耿将军 杀敌 报国 绍兴三十一年 金国皇帝完颜亮 举兵南下 想要彻底灭掉宋朝 把富裕的江南 收入囊中 趁着金国后方空虚 耿晶的起义军迅速扩张 人数超过了二十万 在山东河北两地 进攻战略要地 新气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加入了耿晶麾下 因为文采出众 常于谋略 他被推举为掌书记 跟随主将左右 保管率印 耿晶是个粗人 但他很尊敬读书人 常和这个少年切磋武艺 彻夜饮酒 讨论战事 眼看异军形势大好 完颜亮却由于暴虐成性 在前线逼反了部下 死于谋逆 新登基的金国皇帝 完颜庸以贤名聪慧 留名史书 他既不想走前任的老路 穷兵独武 更明白扰外 必先安累 于是他撤回了南征军 调动精锐消灭义军 历史的转折 往往就是这样猝不及防 没经过严格训练的起义军 只坚持了几个月就被金国铁骑打垮 流散在边境的山区 在这个危机的时刻 耿晶的幕府里 新气急从幕后走向了幕前 说出了所有人 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事已至此 最好的出路 就是派人去宋国 投诚归顺 得到南方的支持 我们才能长久地战斗下去 耿晶沉默片刻 环顾营帐 问 沿途凶险 谁愿意走一趟 替十万兄弟某个生路 新气急毫不犹豫地回答 我愿意 耿晶拍案叫好 有安真英雄也 给你一千清奇 速去速回 白衣少年摆摆手 踢起自己的长枪 一千太多 五十足矣 绍兴三十二年 新气急奉命南下 十八日抵达南京 面前宋高宗赵沟 这位苍白瘦弱的皇帝 久违地欣然起来 当着他的面写家赵书 册封耿经为 天平军节度士 纵管北方起义军 许诺秘密地攻击他们 粮草兵器 新气急 结果圣治时 太眸望了一眼 皇帝的面容和蔼 毫无血色 毫无威胁 然而就是他 亲手打压了主战派 亲口下令 杀死了岳飞 陈领旨谢恩 武皇万岁万岁 万万岁 星气急出了宫 不敢耽搁 更无暇欣赏 健康的热闹繁华 穿越市井 越过密密妈妈的行人 她和部下会合 由马不停蹄地向北而去 十二天后 黄河岸边 星气急下令 扎营调整 明日加速回程 他们早已迫不及待地 要把好消息 传递回去 那一夜 一群年轻人点起篝火 大醉庆祝 席地而眠 喧闹后 寂静的荒野 在星气急的梦中 耿晶来见他 只留下一句话 又安 以后的路 就要靠你自己走了 他惊醒过来 在第二天赶路途中 听到了那梦的由来 耿晶被杀了 因为接连的失败 一些软弱的伙伴 开始恐惧 担忧到手的财富和女人 会因为死亡 瞬间失去 他们不想死 所以选择投降 选择了安稳的荣华富贵 以张安国为首 他们谋杀了大哥耿晶 星气急听完消息 问清楚张安国的去向 握紧长枪 翻身上马 两个部下拽住了缰绳 你要去做什么 去杀张安国 叛徒必须死 你一个人 此去必死 谢某不怕死 耿将军对我有知欲之恩 此仇不报 事不为人 星气急纵马而去 一记绝尘 其余人稍作犹豫 也拍马赶上 这一遭 谁也不能保证 自己能活着回来 但人生就是如此 有些是很难做 但你必须做 如果不做 那件事就会反复牵扰 动摇你 活下去的信念 追杀别人这种事 星气急并不是第一次赶 上次他杀的是一个和尚 和尚偷走了 星气急保管的帅印 星气急说 这是他的失职 给他三天 一定能把帅印取回来 于是他出发了 在一个平原 他杀掉和尚 取回了帅印 干脆利落 从此再没有人敢 瞧瞧星气急 所以张安国在背叛之后 才会躲进坚韧的军营中 怕的就是有人追杀 但星气急绝对不会放过他 乔装之后 星气急带队 装作归营的金兵 缓步进入金国营地 从容找到张安国的帐篷 静止上前一拳打晕 把张安国捞上马背 一阵风势地消失在夜色中 等敌军随从反应过来 早已寻步到星气急等人的踪影 五十青旗深入敌近八百里 孤身犯险 从五万敌人手中活捉叛徒 星气急一战成命 张安国在耿晋的坟墓前被处决 星气急坐在那一天一夜 不知道他想了什么 又和黄泉下的老大哥倾诉了什么 宋国皇帝很赞赏他 让他来南方做官 星气急答应了 他带着一支部队穿越国境线 从此留在了南宋 那一年他二十五岁 年富力强 世界辽阔得几乎任他驰骋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前进的脚步 他坚信自己会成为一个英雄 通过一场宿命的北伐 完成岳飞和祖父的遗愿 星气急本以为这是天注定 却不知道这是他一辈子 最伤神的玩笑 入朝围观不久 从那些皮笑肉不笑的同僚口中 星气急学会了一个新词 归正人 所谓归正人 就是从北方沦陷地区 回到宋国的移民 除了背负亡国之恨 他们还要忍受同胞的鄙视 许多南方文人 认为他们既没有勇气反抗金国 也难以接受良好的教育 极其低劣讨厌 人言可谓 可是朝廷不再允许归正人 担任正式的官职 只安排一些闲差 曾经抛弃他们的 让他们失去家园的 是大宋朝廷 现在厌弃他们 处处打压提防的 也是大宋朝廷 星气急自然不需理会 这种歪门邪说 一门心思做自己的事业 他上书美琴十论九亿 大声几呼战争的可行性 和必要性 起初新登基的皇帝 也是斗志昂扬的 对恢复师弟 光复中原很感兴趣 但很快 皇帝就发现 北方的敌人是多么凶猛 战胜他们是多么的困难 南宋官场已经被打怕了 岳飞之死 让主战派纷纷沉没 只剩下软弱 怯战的人在朝堂叫嚣 加上宋朝立国以来 众文清武的传统 贬义武将 可以想象 一个满脑子 都是带兵打仗的归正人 在当时的官场中 是多么的格格不入 星期级的身份 变得非常尴尬 不但受到排挤 在临安 毫无立足之地 终于皇帝对他说 你做事太急躁 在地方上历练一番吧 星期级环顾四周 列位称公 揭末不言 像是伶俐的石像 没有温度 也没有情绪 他在那一刻 理解了岳飞的孤独 曾经岳飞站在这里 应该也是同样寂寞的场景 所有人都知道 星期级是把英雄宝剑 但是没人敢用 他的锋芒太锐利 以至于其他人 在他面前都黯然无光 成了陪衬 他的目的太明确 以至于不接受 任何形式的妥协 不懂得变通 任何一个安逸的小团体 都不会欢迎 这种搅局的依赖 无论过去的他多么耀眼 多么无味 皇帝给星期级的新工作 是去各地当灭火队员 处理各种集市杂事 25岁到30岁 五年光景 疏忽而过 他娶妻生子 也渐渐有了二三朋友 一切变得平静 事实也证明 星期级很有做官的可能 将属地治理得井井有条 但这都不是他想要的 他总跟皇帝说 自己想带兵打仗 皇帝总也不理 哪里有问题 皇帝就把他调到哪里 管保 要到病出 十分顺手 星期级33岁那年 楚州大汗 万物死寂 几乎沦为空城 皇帝让他去救灾 一年后 楚州名声恢复 重新繁荣起来 皇帝嘉奖他能干 他问皇帝什么时候北伐 皇帝依旧避而不谈 35岁 星期级离开楚州 回到健康 在军队中做了参议官 每日清早 他换上戎装 跟那些年轻的士兵 一起训练 思绪转念间 就回到了十年前的边境 那时候他还年少 跨意恩仇 每天醒来就是披甲上阵 筹划如何战胜敌人 现在一觉醒来 只有无限的惆怅 公务轻松 生活平淡 他仍觉得喘不过气 36岁 江西有一群茶商 纠结了几千人造反 朝廷派星期级去平反 一个月后 叛军被消灭 匪手把自己绑起来 向星期级投降 周边乱民 文风丧胆 就地解散 彪悍的实力不需要解释 星期级还没打够 幸竟然收了兵 朝廷里 却有人对他生了嫌弃 一个这么能打 而且有野心的北方人 会不会有一天也会造反 后来的一次巡查 星期级经过一处古战场 数十年前 金人和宋仁曾在这里 以死相搏 血尽三尺 今天的局面比当年更糟 朝廷却已经没有 再战的勇气 他想以死报国 却没有机会 星期级想起 他在北方还有一个朋友 叫党怀英 已经十几年没联系过了 他曾经那么笃定地说 自己会打回北方 守抚那里的土地 现在回头看 那只是一个年轻人 不觉天高地厚的玩笑 在战场中央 星期级写下一曲新词 欲估台下青江水 中间多少行人泪 西北望长安 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 必尽东流去 江湾正愁于 山深闻这姑 在这之前 他已经写下了 把无沟看了 栏杆拍遍 无人会 灯灵异 也写过 众里寻他千百度 木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山处 但他最痛的词 始终会是这句 西北望长安 可怜无数山 山水可怜 百姓可怜 抑郁不得志的人 更可怜 三十九岁 新奇极去杭州 做大理寺清 途经池州 东流县 多年前 他在这儿遇见过 一个换衣的姑娘 姑娘问他今后要做什么 新奇极说 他要去打仗 收复北国的土地 让人民安居乐业 姑娘说 他现在的生活很安逸 打仗却会死很多人 可能有他的父亲 他的哥哥 甚至未来的丈夫 新奇极毫不动摇地说 如果不反抗 南宋迟早也会亡国 他亲眼见过 金人士如何 欺压宋人 把宋人当作畜生 肆意驱使 新奇极问姑娘 你是愿意有尊严的死 还是屈辱地活着 姑娘扑斥笑了 我想不了那么长远 我只想过好 现在的日子 他转身走了 又折回来说 公子是有大志向的人 我虽不懂 还是盼您能够成功 如今他三十九岁了 所谓理想 似乎还是遥遥无期 此事应当不惑 他却还满肚子的迷惑 而在杭州 又一个人给了 新奇极希望 那个人叫陈亮 为人豪迈 才华横溢 也是一个坚定的 抗金文人 也是因为主张 北伐 换害臣服 始终被众人打压 按在地上抬不起头 他们一见如故 从此成为挚友 约定决不放弃 互相支持 很快 新奇极迎来了 他的一个机会 湖南有一些地主 成立了民兵团 欺压百姓 正好落到他的手里 新奇极查敲了 地主的财产 没收了地主的兵器 在长沙创立了一支军队 启明飞虎军 修建营寨 日夜操练 朝中大臣听说此事 趁机做文章 告诉皇帝 新奇极贪污 并且把贪污的赃款 用来供养自己的私人军队 兵权 向来是皇帝 最忌讳的事情 于是匆匆把新奇极 安排到江西救灾 而训练好的飞虎军 后来成了战场上的 一支禁旅 立下了很多战功 从这之后 新奇极开始放飞自我 你们说我贪污 我就贪给你们看 你们说我好色 我就取一堆小雀 强敌压境 国师日衰 宰相都不操心 我又何必忧虑呢 傅贤的这段时光 他在上饶 带户修建庄园 高处楼 阁宅底 低处 河池稻田 设计雅致 用料考究 面积之大 珠希看了都大惊失色 这大概是新奇极一生中 最快乐的时光了 无忧无虑 心无旁骛地取悦自己 他给庄园起的名字 叫嫁轩 也以此做了自己的别号 新嫁轩 有趣的事情也发生了 他每上一道北伐的奏折 御时就上一道弹和他的奏折 攻击他贪财好色 沉眠享乐 庄园 就是最好的证据 在南宋的四十年间 星期节二十年赴贤 剩下二十年做官 但是被调动了将近四十次 评判杀敌 治理一方 却总与北伐关系不大 他一生最大的挫折 终究不是在战场 而是在官场 四十九岁 是星期级人生中 又一个重要的年份 他已经快要知天命了 却还没能做到不惑 表面看起来 星期级似乎是任命了 过着闲事自得的日子 游山玩水 事实上 他大概陷入了极致的焦虑 迫切地需要给人生一个解答 所以这一年 他接触了几个重要的人 希望找到那个命定的出口 其中包括路由 珠希 还有那个桀骜不驯 怀才不遇的陈亮 去年冬天 陈亮和星期级在鹅湖见面 泛舟水上相谈时日 成全了历史上著名的鹅湖智慧 星期级留下了一首千古名作《破阵子》 嘴里挑灯看见 梦回吹叫连营 八百里分灰下至 五十弦翻散外生 沙场秋点冰 马座狄炉飞快 公如霹雳咸惊 了却君王天下士 赢得生前身后命 可怜白发生 我空有一腔热血 却只能在梦里点钉沙底 即使是像诸葛亮一样 半生拼命北伐 所有努力化为泡影 我也心甘情愿 哪怕无力回天 我也想要一个 全力以赴的机会 但三十年了 他却从未出现过 五十七岁 一个清明的夜晚 他孤身一人 坐在池塘边喝酒 将醉畏醉 看到死去的祖父心赞 大哥耿精 朋友陈亮 都坐在桌子对面看他 仿佛在无言地提醒 如今的台势多么颓废 浪荡不堪 虚度年华 他醉醺醺冲出去 趁着月色 在野地里撒酒疯 咒骂朝廷 指责上天 我已经很努力地去做了 可是我做不到 也没有人能帮我 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做 脚白的月光下 一头青涩的犀牛 从枝帆夜冒处走出 星期几和那犀牛 面对面 看着他 就像看见年少的自己 犀牛沉默着 深深望他一眼 扭过头 又消失在山帘里 星期几悲从中来 仰面嚎啕 头痛欲裂 转身回家 却望到接天的大火 烈焰焚烧着他的房子 烧他的手稿 烧他的床 烧他的藏书 烧他的亲人 更远处几个蒙面人 看到火石已经不能扑灭 才慢慢催马离开 第二天醒来 他已经被人救起 躺在床上 力部的命令也到了 从这一天起 星期几所有的官职 尽数削取剥夺 沦为一介不易 朝廷里的人意思很清楚 让他以后不要再提被罚 不要再惹麻烦 不然他的下场 就会和他的庄园一样 灰飞烟灭 星期几心领神会 他也早过够了 被排挤打击的生活 这样的官场 只让他感到恶心 在他离开朝廷之后 官员们分成了几派 开始狗咬狗 互相碾压 一片血腥 1203年 星期几去见了路由最后一面 此时陈亮和朱熹 都已经去世了 世上能懂他的也只剩下79岁的路由 65岁北方战士吃紧 星期几被派到镇江招募军队 朝中有人不满 再次弹劾他贪财好色 于是罢官 归家途中他悲愤至极 写下名篇《勇欲乐》 千古江山 英雄无觅 孙众谋处 武谢歌台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斜阳草树寻常相末 人道济奴曾往 想当年金戈铁马 弃吞万里如虎 冤家草草 风狼居绪 赢得仓皇北固 四十三年 望中游记 烽火 扬州路 可看回首 府里瓷下 一片神压涉骨 凭谁问 连坡老矣 尚能犯否 六十七岁 朝廷贸然北伐 兴契纪四处奔走 不能阻止 反而被骂 迂腐懦弱 随后军队节节败退 如兴契纪所料 溃不成军 边境狼烟四起 金国骑兵凶猛 无人能挡 皇帝在大殿 问满朝文武 还有谁能领兵出征 死一样的沉默之后 有人壮起胆子 回答 星气急 六十八岁的星气急 终于被争为 熟米独成纸 主持被罚 这是他一生 都梦寐以求 求之不得的机会 但他此时已经 又老又病 很快就要死去 甚至不能出发 去战场上 再看一眼 一个月后 星气急死在了床上 去世前 高举着右手 大喊 杀贼 杀贼 平生 塞北江南 归来 华发苍眼 不被秋香梦觉 眼前 万里江山 天地一片苍茫 前方飘来 槐花香 仿佛人间 海春深 一老一少 一代翩然 静坐树下 白衣少年 走上前去 放下手中的长枪 他轻轻拱手 自爆家门 晚生 济南府 新嫁轩 老汪悠悠问道 大宋还好吗 他低声说 不好 老汪接着问 百姓还好吗 他苦笑着 也不好 生年不满百 长怀千岁忧 莫再提这些 少女端起酒杯 且来喝酒 心气急 长叹一声 如是重负的盘腿坐下 将杯中清酒 一饮而尽 还未请教两位姓名 老汪提湖真酒 五眉州人士 仙人苏东坡 那少女看淮花入了迷 揉揉眼睛 扭过头来 千笑盈盈 咱俩是老乡 我叫李亦安 他轻轻说 你这一生太辛苦了 也该好好休息了 星期级离世三年后 陆游也因病去世 留下绝聚 往时北定中原日 家绩无望 告乃翁 二十九年后 卢州出生了一个婴儿 家人为他起名云孙 长大后的他 改了一个 我们更熟悉的名字 文天祥 写下名句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担心 赵汉清 又四十三年 大宋灭亡 崖山之上 大臣陆秀夫 背着皇帝投海自尽 十万士兵血战到底 十万百姓自杀殉果 原始祖忽必烈 召见文天祥 问他事已至此 还有什么愿望 文天祥说 国破家亡 只求一死 于是他们也砍了 文天祥的脑袋 稍微懂点历史的人 总会顺口说出 强悍 盛唐 若宋 宋朝在强敌环寺的背景下 挣扎串袭了一百六十年 面对鼎盛时期的 女真人和蒙古铁骑 依然有能力反抗 一股火焰 从屈辱的靖康之难后 就一直燃烧着一群宋人的心脏 这股火焰 从宗泽传给岳飞这一代 由岳飞分给陆游 星气级这代人 最终落到文天祥 这最后一代人的身上 只是火焰还在 这群人还没消失 就不能绝对地说 宋朝是一个没骨气的王朝 写完这篇文章 已经是深夜 热泪盈眶 星气级生命的轨迹 在我眼前反复轮回 他曾拥有无限的勇气 无限的才华 最终却只能无可奈何地落幕 有心无力 生不逢时 就是这个词中之龙 一生的写照 预估台下青江水 中间多少星人类 西北望长安 可怜无数山 至今翻开嫁宣词 仍是痛入心扉的千年寂寥 难以言说 每个时代 大约都会有星气级这样的人 当时去看 他们是飞蛾扑火 毫无意义 历经岁月 人们才会发现 其实他们 才是一盏盏 点亮黑夜的灯